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猪猪健康生活节目 我是这个节目的博主Julie 我是美国认证营养教练 在这个节目里呢 我给大家带来海外最新的健康营养资讯和海外生活的信息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 欢迎关注订阅并且点赞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谈一谈 为什么吃早饭以后 你会上班犯困 或者说怎么样吃早饭 才能让你不犯困 然后呢 让你如果是减肥的朋友呢 可以让你减肥达到事倍功半 同时呢 可以控制血糖 对于糖尿病和前糖尿病 以及胰岛素抵抗的朋友呢 有所帮助 那么好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早上都吃什么 传统的中餐的早餐呢 经常有 比如说像包子 饺子 面条 西粥 以及呢 比如说豆腐脑 鸡蛋 等等 很多人呢 早上吃的都很丰盛 那么 如果说你早上 吃的是饺子 包子 面条 饼干 以及面包 等等碳水化合物呢 那你要小心了 这可能就是你上班犯困 或者是减肥不成功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我们人体有三大营养素的 我们来摄取 比如说第一个呢 是碳水化合物 比如像面包啊 西粥啊 米饭啊 包子饺子的皮呢 都是碳水化合物 那么这些呢 吃了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条曲线 我们人体在吃了碳水化合物以后呢 我们的血糖会极度的往上飙升 然后呢 大概在这个几个小时以后呢 又降到一个最低的值 而当我们人体吃了碳 蛋白质的时候呢 我们这中间这个曲线 代表碳白质 那这个曲线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呢 会使我们的血糖飙升一些 但是没有到 碳水化合物的那个高度 然后它的曲线呢 会延长时间的 也会长一些 也就是说 当我们吃了这个 蛋白质的时候呢 我们的血糖飙升不会很高 而且我们的血糖呢 会在比较长的时间 达到比较平稳的水平 可是大家再注意一下 当我们吃了油脂的时候 也就是最底下这条线 当我们吃了油脂以后呢 我们的血糖并没有上升多少 而这个饱腹感 也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长度呢 可以延长很长时间 也就是油脂呢 最有饱腹感 而且它对血糖的升高的影响呢 是最小的 我们人体呢 有一个自然的机制 叫黎明现象 可能很多有糖尿病的朋友呢 知道什么是黎明现象 但是黎明现象 不完全是会发生在 糖尿病病人的身上 对于一般人来说呢 也会有 那什么是黎明现象呢 黎明现象呢 就是说在早上 也就是凌晨的时候 比如说四点钟 到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的血糖会偏高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 他去体检的时候呢 工府去测血糖 他可能会发现 哎 我的血糖为什么高 其实他并不一定有糖尿病 或者高血糖的问题 只是在四点到八点的时候呢 空腹状态下 血糖有点高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体的胰岛素呢 是不足的 我在碳水化合物那集 给大家讲过 就是人体 当人体是有血糖在身体里呢 我们会 一线呢 会产生胰岛素来控制 我们的血糖 把血糖呢 控制在一个合理状态下 可是在四点钟到 早上八点钟 这个时间段呢 我们的体内胰岛素分泌不够 我们呢 是有一种 胰岛素抵抗的状态 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的血糖偏高 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吃了很多 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你的血糖呢 还会更高 这样呢 其实对平衡你的血糖不好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犯困呢 主要原因是 在我们吃了很多 碳水化合物以后呢 我们的血糖上去了 在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在两个小时以后 到三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的血糖会下降 下降一个比较低的标准 在低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犯困 这也就是 如果你早上 七点钟吃了早餐 你在上午十点 上班的时候呢 可能会很困 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 我需要喝咖啡 或者吃一些小零食 而且呢 有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很饿 或者说在十一点 在中午饭前 会觉得很饿 这是因为你的血糖呢 达到比较低的 这个情况下 你会有饿的感觉 还有困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说 大家想早上 上班的时候不犯困 上班的时候头脑可以很清醒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如果说 你想再控制你的血糖 还有那些减肥的朋友啊 你要记住 当你早上吃了很多 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呢 会刺激体内胰岛素的产生 体内的胰岛素呢 产生以后呢 将你吃了这些多余的 碳水化合物的血糖呢 把它放进了 这个你的脂肪细胞 这样呢 等于让你的脂肪细胞 更加变大了 不但没有达到 能够燃烧脂肪细胞 这个脂肪的作用呢 反而让脂肪细胞里 堆积了更多的脂肪 所以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呢 早上也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那么早上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早上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以吃蛋白质和油脂为主 那么蛋白质呢 其实是人体自身 不能够产生的一个 我们又必须需要的营养素 很多朋友呢 吃的蛋白质都不够 那我们人体大概需要吃 这个你每一克的体重的公斤呢 每一个公斤的体重呢 需要吃一克的这个蛋白质 也就是说比如说 你如果是体重是50公斤呢 需要每天吃50克 那么一个鸡蛋呢 大概是6到7克的蛋白质 所以早上起来 如果你能把一天的 将近三分之一的蛋白质吃掉 比如说两个鸡蛋 或者是一个鸡蛋 一个豆腐脑 或者是一个鸡蛋 一个豆浆 一个鸡蛋 一个酸奶 或者是奶酪的话 你呢可以达到比较好的 蛋白质的效果 同时呢你可以血糖的飙升 不会很高 然后呢 你还可以饱腹感很强 这样呢 在中午饭之间呢 不会去抓零食 大家别忘了 你抓的零食 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 一般都是糖多 不健康的油脂比较多 这样太容易长胖了 那么呢 如果在这段时间 如果你早上吃的是蛋白质 和优质的油脂呢 比如说什么样的油脂 是优质呢 比如说像橄榄油 橄榄 牛油果 椰子油做的 比如煎的鸡蛋啊 这样也可以摄取一些油脂 还有呢 就是优质的酸奶 大家一定要记住 没有糖的酸奶 以及非常好质量的 比如说真正的这个奶酪 它们 以及豆制品 豆制品里头呢 如果你在吃豆腐脑的时候 放一些芝麻酱进去 也可以补充一些油脂 这些东西呢 可以让你的血糖也很平稳 大家别忘了 刚才那个图表 说这个油脂 对血糖的这个影响是最小的 而且它的饱腹感最长 所以如果你早上起来 可以吃蛋白质 加上健康的油脂 这样呢 你就可以达到一个饱腹感强 又能够让身体更多的机会 去燃烧你的脂肪 同时平衡你的血糖 对于有糖尿病的朋友 对于前糖尿病 希望能够逆转 自己的比如说AEC值 就是糖化小糖蛋白质 控制血糖的朋友来说呢 这种吃法呢 可以非常的有效 那么你如果想吃一些碳水 比如说低糖的这个水果呀 蔬菜呀 可以放在中午和晚上吃 为大家提一个建议 看一下自己早上 每天早上吃什么 你吃的是饺子包子 面条 粥 饼干 面包 为主呢 还是鸡蛋 豆腐 酸奶 奶酪 这些健康的蛋白质和油脂 为主呢 那么请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 告诉我你早上吃什么 我可以给你评估一下 看看你吃的是碳水化物过多 还是你吃的比较合格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 如果今天这个节目可以帮你解答 为什么你上班会犯困 为什么你的减肥不能达到成功的效果 以及如何通过早餐来控制血糖 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 帮我点赞 帮我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猪猪健康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